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玛丽欧 1 2 1 2 3 我不知道大家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爱迪达 他有发布一个女性的运动内衣广告 内容是25组不同肤色体型年龄的女性乳房 想要强调的点是 让所有女性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内衣 有些人会觉得裸露的照片不适合公开展示 但也有些人认为 我们应该要正常的看待这些身体的部位 这个新闻对我们来说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同事当然也就有处理 只是后来在处理的时候 我跟同事针对是否要标示18禁和达马赛克 又有一些讨论 这也是我后来想要约一集来讨论性别 媒体物化女性或男性等等的起因 至于我们最后怎么处理的话 我欢迎你到节目说明当中 看我们的文章连结 我们这一集邀请到的是李佩文老师 他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剂 社群媒体学系的专任教授 研究专场领域包含的人际沟通 跨文化沟通 性别与沟通等等的领域 我们这一集呢 先从了口语传播到底在做什么开始聊起 有哪些学术研究的领域呢 还有他在做口语传播 开始有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之后也聊到了老师回到世新之后 所开设的性别与沟通这门课 以及这门课在十几年来 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变的议题以及讨论 另外我们也讨论了老师 这几年开的另外一门课 沟通与亲密关系 这堂课上面常常讨论的主题等等的 最后呢 则是针对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性别身体和媒体处理 社群媒体使用 社群媒体管理等等的议题 做深入的讨论 虽然好像听起来有点严肃哦 但是我是真的认为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思考 跟讨论的议题 也希望大家听了 可以有些想法 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帮我们多多分享 让更多的人知道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还有我们所做的节目 也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 给我们五星留言 去推爆他们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Facebook还有IG 搜寻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你可以tag我们 或是分享 还有留言你的想法跟心得 你们每一个人的鼓励 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还有所有节目最棒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佩文 这个口语传播 我们觉得大家在想 有时候听到口语传播 口传系的时候啊 其实可能觉得 好像他没有那么复杂 这到底为什么会是一个学问 或者是这些科系到底在干嘛 所以但我知道你就是口语传播 这样一路人际沟通 这样一路念到这个 从大学硕士到博士 然后现在在这个学术界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一路这样念上来 跟这个口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样子 这个问题有一点 我们先从怎么开始好了 好怎么开始的 对就讲起来好像没有很特别 但是我还是得要老实讲 就是我当年其实进士兴 是想要念新闻系的 然后因为这个是很久 我想我们今年刚好 士兴的口传是在庆祝三十周年 三十周年 三十周年 所以已经是真的 我是早期非常早期的学生 所以大概是第三届左右 九四年吧 我记得是九四年 九四年入学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人听过 什么是口传系 然后我是想要念新闻 然后我进了士兴之后 我本来想说 好啦先 因为我的那个分数落点就在那边 当年还是有联考的制度 然后分数落点在那边 我就想说 好我先进士兴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转到新闻系 所以先念口传试试看好了 结果没想到进了口传之后 发现念出兴趣 因为口传事实上 他就是在探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跟沟通跟关系的建立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 对人非常感兴趣的 从小就很喜欢观察人 所以进了口传 我反而觉得 这个好像其实才是我的兴趣 然后当然我也去探索了一下新闻系 对不起新闻系的朋友 我也去上了新闻系的课 但是后来也发现 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自己 因为我自己可能不是一个 很快很很及时很快很冲的人 我个人的特质 可能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沉静一点 然后动作比较慢一点的人 所以后来发现 口传试是我喜欢的 那念书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学科 让我发现 原来沟通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比如说演讲比赛 辩论比赛这些而已 就是上台表演这件事情而已 其实有很多 它是有它的学科理论在的 那大学的时候 当然只是念一些 我觉得很入门的东西 那我念完之后 我发现 我好像觉得还不够 我还蛮想要就是继续探索 所以当时就试试看 一方面也是因为 当时台湾的那个 传播所都很难考 就我们那个年代 要考研究所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申请国外的学校 很幸运的就到了纽约市去 然后就一路上就这样子 到纽约 到欧海尔 到俄亥州去 就念了我的硕士博士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当然也理解到 其实这个学门在 在美国已经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的历史 它最早是从英语系开始的 然后英语系 文学 就是从这个文学 从所谓的写作表达 然后应该说是演讲 这个学门开始 所以英语系 它可能伴随着上台演说 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的训练 或者是实物上的训练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 到后期 大概二战之后吧 六零年代开始 它才慢慢的转入 新闻学系 大众传播学系 底下 然后跟他们一起发展 成为他自己的 独有的一个学门 叫传播学系 然后我去念书的时候 其实它是 它就叫做 speech communication 台湾是翻译叫做口传 对 可是口传 口语传播 但口传其实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会以为我们真的就是 只是在练发音 还是在 演讲 就是在练演讲而已 其实并不是 就是口语传播真的就是在 在研究沟通 以及人与人之间 比如说你在说服他人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的一些 修辞的一些策略跟技巧 所以本系 目前世新的本系 也就是着重在沟通跟修辞 这两个方面 对 所以我去国外念之后 就发现这个其实是 历史很悠久 而且它的学术领域 是非常蓬勃的 就是国外的研究 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也念出兴趣来 然后念完之后 在美国任教了四年 后来很幸运的 就回到我世新的母系 继续任教 目前已经十多年了 OK 所以这个学术上面来讲 你觉得因为一开始 当然大学部 对于学术的研究 或者是讨论不会那么深嘛 一定就是 开始到硕士博士之后 才会比较多的 学术跟理论背景 你觉得在 做学术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事情是有影响 到你后来的发展 或者是对于你自己 在钻研这一块 真的有很大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自己认为 对我来说的影响 比较大的部分 应该是在美国求学 尤其在 比如说我在纽约的 那个生活环境 以及在美国求学 他们对于学术圈的那种 自由度 那种学习的那种自由风气 我觉得影响我是蛮深的 在纽约我受到影响的是 生活方式 lifestyle 就是认识到很多 或者是接触到很多 不同的族群 后来就是我自己的 专研的领域是 人际沟通 跟跨文化沟通 所以在纽约的生活方式 其实影响到我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去探究 不同文化之间的人 怎么样相处 怎么样认识彼此 怎么样沟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影响我后来的发展 就是我认为 就是在美国 那样子的一个 学术环境里头 他们是非常鼓励 各式各样的研究主题的 所以当时我可能在那边 比如说参加研讨会 或者是任何的这种学术发表 我看到的这些学术的主题 我都会觉得 这个可能是我过去 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去研究的 也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是 可能比较聚焦在 做亲密关系这样子的研究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亲密关系 这算是什么研究 就是可能我们平常 或者是沟通这件事情 有什么好研究的 但是在我们那个学术领域里面 你会发现 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可以被提出来 都可以被很serious 很严肃的来看待 甚至去讨论 他的内在可以 他的内涵 可以怎么样子被看见 所以我后来 从人际沟通 从矿化沟通 就慢慢的发展 回到台湾之后 朝性别的方向去开展 然后目前是 比较着重在亲密关系 甚至是数位的亲密关系上面的研究 先回到刚刚那个 跨文化沟通这一块 在你开始 对于这个跨文化沟通 有兴趣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原因 跟比如说你做了那时候 做了哪些研究 跟发展大概是什么呢 我认为 很多时候研究者的那个关怀 都会跟自己的身边的经验 或切身的经验有关 所以当然我当时 身为一个国际学生 在美国求学 其实是老实说 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美国 我就觉得说 即便是各方面环境都很好 然后学术环境 建设都很有意思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在人际上面 就是跟同才的关系建立上面 不见得是那么的顺畅 那么的容易 尤其是你到达 到了一个 应该是说新的 然后不同族群的人的生活环境 对美国的学生而言 他们本来就已经有 他们自己的生活圈 所以对他们而言 他们并不觉得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 跨文化的同学 其他文化来的同学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成为朋友 花时间跟他们往来 所以事实上我们想要 就其他国家文化的学生 想要打进那个圈子 就打进美国同学 或甚至是 对美国同学尤其困难 我觉得国际学生还相对容易 不同国家的学生还相对容易 可是要打进美国学生 真的 真的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所以我早期在 应该说我的博士论文 其实写的就是跨文化友谊 我写的就是 就是在美国生活的 这一些跨文化人士 他们怎么跟彼此之间建立关系 所以从那个起始点开始 就从我自己切身的经验 我就会想要去探究说 那像这样子的关系 它有什么样子的特殊性 所以那个应该就算是我 最早开始的 跨文化沟通的研究 所以那时候跨文化沟通 或者说像这样子的 比较社会科学领域的 这样子研究来讲 会是以 比如说你的论文 或者是学术研究 会是以访谈为主吗 就是在做研究的时候 是 我应该是说我的 我的兴趣 我的 应该是我的学术关怀 也刚好是比较偏向 应该比较深层的 生命经验 人们的生命经验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 去学习直性的研究 直化的研究 那么直化的研究 当然它也有很多 很多种不同 搜集资讯的方法 那 当时我就是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喜欢跟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就选择了 从访谈这个方法 下去 比较深入的研究 比较深入的学习 然后 所以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大量的 去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从不同的这些族群的身上 去发掘他们的生命经验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 知道 我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你会知道说 现在好像够了 然后因为它不像说 量化研究 你收数据嘛 那我们今天 或者说实验 你有一大堆数据 然后你达到一个程度 或者是达到一个 标准的时候 水准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好我们这边可以结束 但是直化研究 或者是这种访谈性质的东西 你怎么样觉得是够 你要怎么样判断它呢 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几乎是从 刚开始接触访谈的 研究的人都会问的问题 那么我一开始也是很好奇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 该不会就是一定要 以量取胜吧 一百个 两百个 是不是要跟量化研究一样 就是要访谈很多人 我的这个资料才会算是 比较具有可信度的 后来当然我们在学习 研究方法的时候知道 执行研究它在意的重点 并不是 量这件事情 并不是人多这件事情 换言之它并不是要去证明什么事情 它的学术的应该是研究的目的是 去看见某一小群人 某一群人或是某一小群人 他们真实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生命故事是什么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然会想办法去招募 招募尽量可以有一群人愿意来接受访谈 不过通常在访谈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发现就是 好像针对这个研究主题 当我们发现聊天的内容过程当中 已经慢慢的出现很多重复的重复的内容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就是你的 你已经达到你要问的东西 你想要探索的这个问题的内容跟结果 你大概已经都搜齐了 所以那可能就是我们在学术上会说所谓的饱和 那么可能就可以暂时先停在那里 就可以开始先处理一下这些内容 是就可以先分析你手上的内容 好然后回来之后 我刚刚提到 是变成是比较性别跟亲密关系的沟通还有研究 那在这个因为我看到你有一篇在讨论说 你回来的时候开性别与沟通这个课程 然后的事情 那那个是很早期就开始开的一个课程吗 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开了 就到现在吗还是怎么样 是到现在 我是从2008年回国的时候 发现本系有一个课是 已经有那个课程名称在那边多年 但是都没有好像很少有老师会去 真的去开那个课 就是性别 当时是叫做两性沟通 那时候比较二元化的时候 是是是 两性沟通 然后2008年 然后我后来我就争取说 我想要来开这个课 虽然我自己不是主修性别 但是过去也上了一些跟性别相关的课 所以我就争取说我要来开这个选修课 然后我把它争取过来之后 我就建议系上把它更名为 性别与沟通 当然主持人也知道说 他是有这个希望不要有那么性别二分的意涵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课可能跟一般的这个性别与传播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或是性别传播这样子课程 我们可能在一般的大众传播学院会听到性别传播这样子课程 那我的课呢 其实是希望在沟通当中 沟通当中去看到性别的意涵 或者是我们的性别意识 我们的性别的观念 不管是平等的不平等的 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沟通行为当中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去形塑出来 去建构出来 所以我才特别选了这样子的主题 叫做性别与沟通 所以您刚才的问题是说 我从过去到现在 就是一开始开 然后2008年嘛 那第一次筹备第一次准备 那包含了比如说内容跟 就比如大纲好 大纲可能跟现在可能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跟学生的互动啊 还有社会的变化 我猜可能都有蛮大的影响 包含了这个这十几年来 我们的比如说同婚啊 或是各种各样性别议题的讨论啊 跟争取啊 性骚扰啊等等等等的 它都有很多很多不太一样变化 那所以可不可以大致上来讲 概述来讲的话 你觉得这十几年来 你自己有印象 从08年到现在 他可能有没有经历 什么阶段的变化 或者是你是有特别有印象的 那跟课程上面 有没有哪些例子 你很有印象的 是我觉得那个变化 真的还蛮明显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大概13年左右 这个课我认为 从刚开始开这个课 其实是辛苦的 因为刚开始开这个课的时候 其实台湾那时候正在面临 要进入同婚运动的前期 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扮演的角色 会变成是去挑战学生 他本来的一些性别的观念 甚至是我们根深蒂固的那种 男生应该如何 女性应该如何 然后这个社会上面的男女之间 怎么应对 怎么互动 或者是关于同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同性恋这样子的话题 同志这样子的话题 其实我必须要去撼动的是 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所以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有一种 我会感觉到这种下面的同学 不一定完全是男同学 有时候包含是女同学 都可能会用那种有一点敌视的那种眼神 就是会觉得说 老师你现在是不是在灌输我们什么奇怪的观念 奇怪的想法 因为我试图在挑战 通常你讲了什么 或者说那一堂课的主轴是什么 你会感觉到这样子的氛围出现 是 打个比方好了 早期的话我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探讨同志的处境 那么学生可能会觉得说 甚至有学生会抗议说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花好几个礼拜 在讨论同志这样子的主题 所以对他而言 他可能会很想回归到 就是讨论异性恋 讨讨论一般的这种 多数主流的这种生命的处境 对他而言 他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 去了解这个少数 但是我可能会反过来跟他讲说 我们可能一辈子从小到大 我们在学习的都是 我们在理解的 试图理解的都是异性恋的处境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课当中 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来讨论 其他性少数的处境 对 所以但是对 对某些啦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有比较 应该是说会比较反弹的那种情绪 但是对某一些同学的确 甚至我们在谈论男性 比如说父权 或者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这种霸权的时候 有一些男同学他可能会误解 认为我可能是艳男 或者是会我会是把男性当成是敌人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是我的 我的原意 但是当下他在听到说 男性其实是可以多为女性来考量 女性的一些权利的时候 或者是去把他原本 原本可能习以为常的这种父权红利 放下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会 应该是说他会主观的觉得说 他感觉自己的权利好像被剥夺 或者是有被 就被侵害的感觉 所以他会有一种不安 那现在其实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说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当然早期谈到在谈统治运动的时候 会有一些反弹 或是谈女性主义的时候会有反弹 甚至像现在谈女性主义都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同学 抱持着一个比较负面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性别平等教育 他真的有发生他的功效 就是我觉得近年 尤其是同婚通过之后 近年来我认为 选修这个课的同学 他们更能够也更愿意去 学习到其他面向的这种性别的意识 跟性别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是目前还存在哪一些不平等的现状 你有没有就是说在 比如像刚刚讲的 比如在早期这个课程刚开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那时候社会比较二元化一点 然后相互理解也好 或是多元讨论比较小一点 所以刚刚讲的情况比较容易发生 那这些课程你有没有问一下 就是这些学生抱什么样的心态 想要来修这个课呢 是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以为这个课是在干嘛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来上这个课 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我期待 A只有你端出来的B 我当然会觉得说你在搞什么 对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 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去了解一下 学生之间的期待或者是落差是什么 有我后来的确是发现 学生们以为这个课是 在教同学怎么谈恋爱 或者是男生应该要怎么样跟女生说话 女生要怎么跟男生说话 后来我发现之后 我就知道说每一个学期在一开课的时候 我就会跟学生先讲清楚 这是一个选手课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很抱歉 这是我大概会花 可能是半堂课讲这件事情 但是不会更多 如果你想要就是理解更多这样子的主题 请去选其他课等等等等 所以后来我的确是发现 应该要早一点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课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 怎么谈恋爱这件事情 怎么跟异性聊天或说话这件事 在我们刚刚讲说 从这个13年来或14年来 这样子的变化当中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是 那个变化的出现 就是在因为我相信这可能是渐进的 就是可能现在回头看 当然觉得说转变是很大的 但是但我相信在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可能也可以发现有一些时间点 学生们的变化或者是不太一样的态度 是是明显的 可能在那几年之间 特别开始有这样松动 或者是转变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在推动同婚 台湾就是同婚 比如说历经世线 然后历经许多的这个 应该说大型的活动 那些NGO的团体 比方说同志咨询热线 然后伴侣盟的活动 同家会的活动 妇女新知等等参与的这一些 举办的这些大型的活动 真的我觉得在社群媒体上面的讨论程度 还有新闻的报道 真的让人们开始意识到说 性别这件事情 它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那人们也比较愿意去讨论 所以即便是在那个时期 可能就是大概2016年左右的那个时期 老实说那时候有蛮多反同的声音 但是我认为那样子反弹的声音 在搭配就是比如说支持者的声音 两边的这种对话 即便不一定永远都有效果 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对话 长远来看 它的确让年轻朋友们 他们听到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 好那刚刚讲说 大家可能以为这堂课在交什么谈恋爱 或是跟异性或是同性 反正就是跟伴侣或是想要成为伴侣的人沟通 那刚刚后来有提到 其实你后来也有转另外一个的研究 是亲密关系的可能沟通或讨论这样子 所以这种应该是刚刚讲的第二种 要做的事情了吧 那你比如说你们不应该修性别沟通 你们可以修我另外一堂课 那个会是什么 就是那个课的比如说课名或是重点 或是什么 是那个课就叫做沟通与亲密关系 所以就很明显了 但是这个课我也是近两年我才开的 在大学部的选修 甚至是放在 我现在是放在大二 性别与沟通是放在大三 因为相对而言 沟通与亲密关系我认为是要早一点 就是更早 对因为我觉得大学生们 甚至更早 我觉得高中啊 国中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去聊这些 因为他们进入大学之后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抱着 很希望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就尽量把这个课放在比较低年级 这就是大二开始选修 那那个性别与沟通 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些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把它放在大三 然后这个课 这个课对的确就是还蛮符合 我觉得啦 好还蛮符合学生的需求 那我每一个礼拜的课 其实都用一个一个主要的问题 作为那一堂课的问题意识 然后我们那一整堂 就是那个礼拜的那两个小时 我们就是在试图回答那个问题 所以比方说我的第一周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爱 然后我们就从 我可能从过去的一些 哲学家们 他们对于爱情的思索 然后很多不同国家的 这些学者们他们的想法 然后把它放进来 然后跟学生们一起讨论 去问他们的想法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注重讨论的课 需要在那个课上的所有的同学 跟我彼此之间 然后把我们的想法统统抛出来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认为早一点去想这个事情是比较好的 刚刚讲那个性别与沟通 是回来就08年可能就开始在开 然后一路到现在 那当然跟这个沟通的本质可能很有关系 那为什么亲密关系 就是性别亲密关系 会是这两年才开始想到说要来做这件事情 想要来开这样的课程呢 我想很久了 但是课实在太多 开不了一次也开不了这么多课 但是这两年可能因为慢慢的也跟我自己的学术领域越来越结合 然后因为教学跟 我认为研究跟教学这两件事情 它应该是绑在一起的 它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认为在 如果我在教学的现场 可以看到更多学生的想法 他们的思考跟他们的经验 我觉得对于我的研究 应该也会有所启发 所以就像我刚才 婚姻主持人的早期 我是从跨文化的研究开始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可能跟性别关系有关 我也做过统治跟家人的关系的研究 然后后来做了大学生的爱情关系 爱情脚本的研究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认真的思考 我是不是要开类似的课程 所以一直到这两年 我才开始教这个课 OK 但需求我相信更早 因为你08年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人是来期待是要上这种课程的 结果等到过了十年之后 你才开始开这个亲密关系的课程 我记得啊 我在大学 我看大几啊 大二还是大 大好像是大二样子 我有一个老师 然后他 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数学系 然后上纤星代数 然后他的最后一堂课 会交给同学一笔钱 没有很多啦 然后就叫同学 他最后一堂课不上课啦 因为他都已经上完了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叫同学去买零食 然后我们就会在教室里面吃零食 然后那堂课还不点名 反正你要来不来都可以 他在第一堂课就讲了 所以他的学期末最后一堂课 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刚刚在讲说 要不要讲什么小故事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老师会不会在课堂上喝酒这样子 或者说跟学生用什么方式 在这样子喝酒的情况 结果我还真的有 当然我硬邀来上主持人的节目 也觉得很荣幸 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自己也有小酌的习惯 然后我记得几年前吧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酒吧 然后我也跟酒吧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 后来都变成好朋友 就是TRIO 三重奏 哪一个啊 哪一个TRIO TRIO TRIO咖啡 TRIO 就每一个 每一个TRIO 我从他的第一个TRIO 我就开始 会去那边 然后跟朋友小桌 然后也认识了老板 是 王林安老师 然后认识了其他的这些工作的同仁 然后我甚至去帮他们的同仁上过课 上什么 上沟通啊 哦 对 对 然后 虽然他们说我讲得太硬了 所以 但是 但是其实 换句话说 我跟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感情的 就跟他们也建立起关系 然后有一次 有一年 我忘了 那大概是 可能是16年左右 1617年左右 我那时候上人际沟通这个课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邀请了王林安老师 王林安老师就是三重奏的这个创办人 然后也是台湾很知名的这个调酒教服 然后他 我就邀请他到我的班上来教学生品酒 那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王林安老师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很会跟别人互动的一个人 就是他 当然这跟他的人生阅历是很有关联性的 所以他观察他跟什么样子的人 他都可以聊得来 都有东西可以聊 所以我也很好奇 比如说就是他的整个人生的历程 那怎么样他可以来到我的班上 可以跟同学聊聊他的专业之外 品酒之外 也可以跟我们聊聊 怎么样与人互动 与人交流 与人谈心 就像他以前 他在课堂上有讲过说 他们就是当这个bartender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客人 会想要跟他们吐吐心声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总之那一年我就邀请他 然后非常感人的是 王林安老师他就带了他的这个公司里头的店里面 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这个调酒师 然后来到我的教室 而且他还亲自带了八十指的玻璃杯 所以很感人 OK 他就他就拉了一个拖车 拉了八十指的玻璃杯 因为他说品酒一定要用真的酒杯 所以我那个班很大人际沟通 然后他那天请我们喝的是 他请我们喝 他自掏腰抱请我们喝 当然我有给他车马费 但是那个就是就是真的是很很小 觉得不够 完全不够 觉得很惭愧 然后他很慷慨的就是自己带了十二年的 十二年的威士忌 然后教我们怎么品酒 然后我们喝了三支吧 同学当然就是喝一点点 不可能让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酗酒大会 就是让学生学习一个 一个人际交流的一个一个技能这样子 然后学生开心子了 就是很多同学都很高兴 然后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这样子的事情 听过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下课的时候都有同学很高兴的 把那些酒瓶都带走 就是想要炫耀啊拍照等等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回忆 就仅此一次 我只做了那样 不好意思让那个王老师再继续 真的不好意思让他再破费了 下次你可以开小班一点的时候再说 你觉得在虽然是两年才开了 但我相信可能在这十几年来 你跟大学生的相处来讲 应该都持续有年轻人的 对于亲密关系的 想要渴望也好 或者是不了解 或是怎么样沟通也好的问题 那你觉得在这几年 有没有什么哪些问题 或是场景是重复出现的 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讲 即便十几年了 可能还是一种困惑 或是大家还是会在每次的课堂上面 都会提出来的 先讲改变好了 改变可能更容易讲一点 我自己的观察 我的发现 尤其在课堂上的讨论 我认为学生之间对于 比如说约会 然后约会到底谁出钱这件事情 AA制还在讨论就对 对还在讨论 讨论很久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明显 有一个共识了 对其实已经蛮明显 不管他到底日常生活 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 但至少当我问他们的想法 跟意见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统一 AA制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并且如果不是AA制的话 他们也很能够理解说 就是轮流 互相 对互相的这种观念 不管你是男性或是女性 然后还有关于性的这个想法吧 什么性 性 性 性关系的这样子的想法 我认为这几年来 我听到的学生们之间的这种讨论 也认为性 就是在婚前 有性关系这件事情 或者是在性的需求上面的讨论 他们也认为是一个必须 在关系当中 在亲密关系当中 很早必须要提出来 来协商跟讨论的一块 至于怎么做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当然也是在我们课堂上 可能需要去 一再的去思考的点 比如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确认 对方是 同意的 性合议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近期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可能同学会觉得比较困难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学习 学习开口去问的话 到底应该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 过去跟现在 重复出现的主题 就是同学会提问的 除了我刚才谈的这个 性合议之外 老实说也蛮多同学 会对于开放式的关系 感到疑惑 疑惑 虽然 虽然我每次去问他们说 那你们能够接受 这种多重关系吗 我在课堂上会用多重关系 因为开放式关系 有时候会被 铁标签 对被铁标签 被附上这种比较负面的印象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习惯 用多重关系 来在课上讨论 所以每次遇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会发现同学们 好像都会一种 不可能 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老实说我们在 讨论过程当中 他们都是非常感兴趣 甚至我如果邀请 这种专业的NGO团体 像是玻璃打开开 他们来分享的时候 学生是非常非常 就是很热烈的想要提问的 OK 所以包含了性 然后包含了性和异 然后关系 性关系之间的这个题目 那转变 你觉得那个转变有哪些是比较一样吗 就是他刚刚讲的是变与不变 然后不变有哪些变有哪些 那那个变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是哪些事情去带动 或是哪些议题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好 去带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就什么东西 或什么议题来带动这样子的变化呢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上 我觉得性别这个课 不管是性别与沟通 或者是沟通与亲密关系 可能跟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学术养成 包含我对于跨文化沟通的 就是热情 学习的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很习惯去涉 很多时事的 就是新闻 新闻媒体的报道 然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如像奥斯卡 胡巴掌 对奥斯卡掌的这个 Will Smith跟 跟那个 这个喜剧演员 对Chris Rock 他们之间的冲突 其实都可以从 种族跟性别的角度去讨论 所以我经常在 在上课的 应该说一开始 我就会很热烈的 邀请同学们去把他们 这个礼拜的 比如说性别的观察 矿文化的观察提出来 相关的时事 他们会认为 有趣的点 或者他们想要发言 讨论的点 他们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会让他们去 去抒发他们的意见 之后 我再把我的想法讲出来 所以如果主持人问我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变与不变 大概是怎么样被引导出来 我认为跟时事 就是时事新闻的发展 当时我们遭遇到的 一些现实状况 是绝对是有 很直接的关联性的 比方像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 在讨论 郑家纯的 性骚扰的案件 还有他撤的那个展览 对 那我甚至还带学生 去看那个展 所以其实我们是 很希望能够 不仅是在教室里面学习 也希望可以跟社会的脉动 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你刚刚讲这个新闻 我们自己做新闻嘛 但是老实讲真的 有些时候 你问我去年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还不见得能够立刻 就去年此时发生什么事情 我年度回顾的时候 我回顾的时候 常常我一年回顾下来 才发现 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然后原来 有这些这些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是全部领域都看 所以就比较多 但是同样像你讲的 Will Smith跟Chris Rock 这样子一个 里面可能也有一些 性别种族的一些 问题跟讨论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在看 包含一开始在 邀老师来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有看到说 我们那时候在做一些 性别 或者是说 性相关的报道的时候 会有一些 该怎么做 就好像刚刚提到的 议题本身是一个事件 可能可以讨论 但是大家看到 新闻媒体的 呈现方式的时候 可能他们怎么呈现 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可能也会影响到 学生或年轻人的理解 那包含当然做传播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 一个影响 你觉得在这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这样观察下来 媒体上面 有没有什么 变与不变的地方 好难 十几年来 对我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 你这个时间点 也不会记得 去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记得 是脸书提醒我 OK 通常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是需要有脸书 或是形式力跳出来 提醒我们去年 发生什么事情 呃 变与不变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 这这些年来的 应该说在台湾 真的是历经了一个 呃 应该是说 性别平等运动的 很重要的浪潮 我不晓得主持人 认不认同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 别方说台湾的 台湾的性别平等运动 或者我们说 最早从妇孕开始 妇女的这个 权益的运动开始 其实在台湾已经 三十 三十八 三十多年以上 嗯 甚至已经四十年了 就比如说像 呃 我之前智力 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 妇女性质基金会 嗯 那呃 妇女性质基金会 都已经四十年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 这个时间点 已经很久了 但是 我并不认为台湾的 应该说历史上 或者是新闻媒体上面 呃 有像这几年来的 这么的 密度这么高 当然我觉得 嗯 社群媒体的崛起 还有我们网路 新文化的现象 也是一个 很主要的原因 但是 我认为并没有像 早年 比如说前二十年 前三十年 那么密度那么高的 来讨论跟性别 相关的主题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 是在近几年来 近十年来 经常会看到的 新闻上面的报道 嗯 有很多是跟性别相关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在 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但其实 如果回到最接 最近的一个出发点 其实是在 二月的时候 有一个爱迪达 他的一个广告 那 他这个广告 其实 当然也是很有创意的 就是他们想要主推的是 运动内衣 他们就 找了二十五位 然后他们的 这个胸部的形状啊 或颜色啊 或者什么 都各自不一样的 然后 当然主要就强调说 啊 这个 不管你怎么样 我们通通都有符合的 然后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说 希望让大家理解 这个 对于身体的 不是一个美好 绝对的一个 美好的标准 就是好或坏的标准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 对于自己的身体 是有自信 然后觉得 他是很美丽的 一个身体 这样子 那 那这个事情本身 当然就后来 引发了一些 就争议哦 就是包含了 因为 这二十五位的女性 她是拍照的 所以她等于是 全部都是乳肉胸部 在拍照 然后放到了 包含了户外广告 然后包含了社群媒体的广告 那当然就会有 反正基本上有人有 有露出 女性有露出胸部 基本上就会有人反对 这件事情就对了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一开始我们想要讨论的时候的 最 比较近期啊 对我来说 一个比较近期的 的出发点 你那时候 有注意到这个 这个讨论或这个新闻吗 的确那时候是 我自己没有 第一时间没有看到 但是后来我们上课的时候 学生有提问 对 学生有提问 所以我们的确有花了一点时间 去聊了一下这个主题 对 大概是刚开学的时候 这个新闻 我自己乍看这个新闻 会觉得 这个公司 她的确是很 很敢于 很勇于去挑战 可能在媒体呈现上 或者是行销策略的呈现上面的 某一些禁忌 比方说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就是把这个女性的乳房 20位女性的乳房 把她们很 很直接的展现在镜头前面 或者是户外的广告 或者是 我们所谓的社群媒体上面的 这个照片上 可以直接看到这样子 这样子的做法 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觉得 嗯 她的确是还 还蛮敢于挑战 可能社会大众 对于 直视 或者是直接看见 女性乳房 这件事情的 可能原本根深蒂固的 一些看法 但很有意思 我自己在跟学生讨论这个主题 之后呢 我也问了很多 我听了学生的看法 然后我也去问 后来我去问了一些不同同事 然后甚至一些女性主义的 女性主义者的朋友 去问问看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广告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大部分的人 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广告 OK 嗯 但我觉得这个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的 爱迪达公司 可能也没有 想要去主推这样子的 我甚至去问了爱迪达的朋友 然后他们也没有想要主推这个广告 甚至可能是因为文化 或者是整个 文化氛围啊 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总之 总之 我就问了不同的朋友的意见 然后 女性主义者朋友甚至还分成两派 对 有一派的朋友是觉得很支持 就觉得很棒 就是 他们愿意让 女性的身体能够很 很自由 很自然的 出现在媒体面前 甚至他有希望可以达到 所谓的去性化这样子的目标 就是 让大家不要每一次看到女性的身体 或者是 尤其是乳房 乳头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身体部位的时候 会直接跟性联想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派的同事或朋友的说法 然后另外一派的同事朋友的说法 就直接听到这个 有这样子的新闻的时候 甚至连看都不看 他们就会觉得很反弹 他们就会觉得又来了 又是一个物化女性的做法 就觉得很老套这样子 所以 我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它是满负争议性的 它的确是可以 从这一方来解读 从那一方来解读 其实 其实好像都有 都有它的观点在 那我个人认为 他愿意去强化 比如说女性的身体 乳房 或其他器官这些部位 不应该 总是被当成性的象征 这一件事情 我个人是肯定的 他去强化这个论述 我个人是肯定的 所以 比方说他在 我不知道户外的广告看板是怎么做 他应该就是一样 就是印出来 就那一张照片 然后印成大的户外看板贴出来 对 那他有其他文字搭配吗 应该有 就是一些广告文案还是会有的 是 那对 那个文案在 所以重点就是在 至少我看到的 我搜到的资料在Twitter上面 或者是在IG上面 他的那个文案写的是 他希望让人们知道说 女性的身体 我没有完全记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就希望说 让人们知道说 女性的身体 其实是 不需要隐藏 或者遮掩 而女性的身体 就是每一个人的样貌 都不太一样 然后不需要去遮掩 或者是去隐藏 觉得禁忌 或者觉得羞耻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论述 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回过头来讲 我后来还是觉得 有一点点 觉得不对劲 因为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们在行销的手法上 是很精心设计过的一个做法 我认为 因为你如果要去 其实你要去批判他的话 就物化的观点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说 今天这个广告 如果说 我们说他有物化的 嫌疑的话 其实他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里头的女性 他在被刻画的过程当中 他是被当成物品 被当成物品 然后用女性的这个 不管是他的形象 或意象 然后被当成物体 被当成客体 他不是主体 然后被拿来贩售 我们说这个是物化的 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 我刚讲 他如果有前面 我讲的那个论述 就是他在强 其实他是在强化说 去性化 然后normalize 女性的身体的话 某种程度上 他是可以包装 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其实他背地里 最重要服务的 还是商人本身 就是资本家本身 销售这件事情 就像是我问学生的 意见的时候 学生作为 他们可能也是 作为消费主体 女同学们会觉得说 我本来就知道 女性的乳房 女性的身体 都长得不一样了 不需要你告诉我 我更感兴趣的是 这一些运动内衣们 她们看起来如何 她们穿起来如何 穿起来的样子怎么样 她们的功能性怎么样 甚至她们 这个女同学们 会觉得很厌烦的是 就是她们会觉得说 又来了 每次裸露的时候 被拿出来裸露 行销的时候 总是女性 所以女性被拿来 女性的裸露 身体裸露被拿来 贩售 她们会觉得 还蛮老套的 所以就像我讲的 这个广告是 是很有争议性 但我认为 她的确是很 很精心的去设计 怎么样去 不让她行销的那一块 物化的那一块 太容易被批判 所以就是 从不同的观点来看 其实还是有 可以讨论的地方 就对了 她不会只是说 针对于 去心化这件事情 她还是有物化 或者是其他 可讨论的另外一块 就对了 那我们后来 我跟我同事之间 在讨论的 其实因为我们是媒体 我们讨论的反而是 媒体处理的 这一块的点 这个其实就 在媒体 我不知道 传播学院 有没有在讨论这个例子 就是我觉得 这也蛮好玩的 就是 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 所谓十八镜 或者是 因为你讲到十八镜 可能就会性别 就会更强烈了一点 就跟性 这件事情 会更强烈一点 像 比如说我们在 做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真的要把它 遮起来吗 因为我们会 为了一些 法规也好 或者是 便利性也好 我们有一些 程式上功能 我们会让它 比如说物化 那物化这件事情 可能是 比如一些 血腥的照片 你可能没有期待 你进来的时候 会看到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们会提供一个物化 就是提醒你说 它可能是 会有血腥的画面 那你确定 你要看吗 你准备好了吗 这样子带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后来 就在想说 我同事问我说 如果我们是 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在报道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 你遮起来的目的性 是什么 而且也包含了 所有在网路上面提供说 你确定你满18岁了吗 这个案件当中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 鉴别效果的 它是一个告诉你说 问你 但是它要 有点像免责 就是说 你自己说你已经满了 那所以 我们要控制 这样子 就说你确定你满了 但是这件事情的讨论 就后来我们去看 的确在台湾的 多数的媒体 在处理这个时候 是用各种各样的 折法 把这个图片折起来了 不管是用马赛克也好 遮掉也好 18金标示 什么什么 通都来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蛮好奇的 如果在 不管是在 这个性别的 性别与沟通的教学上面 或者是在 传播上面来讲 你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或怎么讨论这件事情 就我自己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好遮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是还蛮肯定 就是这个公司 它对于去性化 或者是normalize 正常化女性的身体 不管是女性 或男性的身体 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 一个做法 所以我其实 从来不会想到说 这样子的广告 需要用18进 来做一个提醒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可能就 新闻传播事业 你们的专业 我自己可能不是 不是念新闻的 所以我也不是那么的理解 也许在传播法规上面 有什么特别的禁令 但是我在 我记得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在搜资料的时候 我有看到国外的一些做法 国外的一些媒体的做法 他们有一些是 的确是直接就 不确定有没有直接的 有好像也有直接的 直接的把那个照片 把它就是呈现出来 但是有一些 它的确也是就是 就像是在推特上面 或是IG上面的 它必须要是 它没有近 但是它就是 你必须要再多一个手续 去点它 它才会跳出来 所以它并不是用马赛克 去把某一些 某一些部位 比如说像乳头这些部位 去把它马赛克掉 遮起来 像您刚刚说的物化 但是它是让你 多一个手续去 再点一下 你才会看到 所以也许不会让某一些观众 会觉得有一些 我不确定啦 对我是不会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受众会觉得 有很突如其来 对 但我个人是不认为 呃 就是女性的身体需要特别 在这个脉 就是我觉得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情境跟脉络 就是在这样子 它是在谈说 人的身体需要 什么样子的保护 医务的保护 运动医的保护 这样子的情境脉络下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需要近的 因为这个的确跟媒体的性质 可能有一点关系啦 就是今天 如果尤其是以接触很广的 这种电视类型的媒体来讲 好了 今天你不做一点什么处理 或者是怎么样 可能你马上就是 电话就一直被抗议 然后NCC就检举啊 在台湾来讲 然后可能你的新闻室 就会非常的头痛这样子 那因为毕竟它 在社会文化上面来讲 对于呃 这个性真的裸露这件事情来讲 可能还是有它的一些 规范或在意的点 所以等于如果说是电视 本质上电视新闻 我们并不会 认为它是一个18镜的 或者是一个未成年 不可以观看的一个 呃 内容 所以对于 因为它是新闻嘛 所以突然在 比如说晚间新闻的时候 你突然看到 然后你在带着 可能很小朋友在看的时候 有些家长可能会有反弹 对这件事情 那但是就像我讲的网络新闻 我们就比较难控制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不太知道 你在什么样情境之下 去看这样的内容 所以会比较多这样子的讨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讲的情境 老实讲就是回到了 比如说在十年前 解放乳头 Freedom Apple 这个议题的时候 当时在真的 或是说在 在推动 在诉求的 就是女性的乳头 可能它不是 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 性标志的一个 一个物品 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是要裸露 我就是想裸露 那结果在被报导的时候 还把它遮起来 就这件事情本质上 就变成非常的 很 有点诡异 就是我今天想要诉求的东西 就被媒体报导的时候 还是被遮起来 那它的诉求反而就 完全是反过来 它的结果反而是反过来 就是有没有在讨论 或是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是我记得 这个是几年的时候 如果国外提倡议 可能是2012年 大概第一次 1213年第一次 对差不多 我记得 那一段时间 我记得我在上 性别与沟通的时候 也跟很多同学 讨论到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这个当然 跟当下 就是我记得是 好像是北欧那边的 你说一开始吗 是欧洲吗 还是北欧那边 欧洲那边的导演 拍了一个片 对 然后后来 好像纽约那边 也有一波 也是 Fried the Nipple的运动 Fried the Nipple的运动 然后后来 甚至台湾 也有几位 年轻的女性 她们 因为自己的一些 个人的经验 然后她们 后来也参与 这样子的行动 我认为 其实 在新闻报道上面 我个人会比较 应该是说 比较 比较担忧的 当时我记得 印象 因为已经有一点时间了 那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运动 它本身的主要的诉求 其实没有被很清楚的呈现出来 换句话说 其实在国外的这一些运动者本身 她们 她们应该是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这样子实际的经验 比方说 假设我自己在 比如说现在 举例而言 在纽约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短片 是纽约的这些女性 她们在公园里面 她就是很想要 比如说 啊太阳出来了 然后很舒服的 这个天气 然后她很想要 就是日光雨 然后她想要晒晒太阳 那这个对男性来说 是很细松平常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裸露上半身 然后你趴着 或者是你躺着 你就可以晒太阳 晒出漂亮的颜色 那对某一些女性来说 她们也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当她发现 她这么做的时候 警察就来 对 警察就来关切了 警察来关 警察也许也 她也蛮无辜的 她也许也并不是说 不能理解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民众 去检举等等的 会觉得妨碍风华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的确是在法律上面 在国外 在台湾 可能都有这种 就是对于女性而言 不能够裸露上半身 这样子的法令规定 所以对这些女性来讲 她们就会觉得很不公平 那为什么男性可以这么做 应该说在美国的历史是这样子 就是男性 美国的男性在60年代之前 也不行 也不行的 她们也不能够裸露上半身 她们如果裸露上半身 在公共场所 也是要被罚钱的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 一批男性 她们透过公民不服从的运动 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 开始去抗议说 为什么不行 然后开始有一群男性 她们就是直接穿着泳裤去游泳 就是没有上半身的那种泳衣 以前是有的 她就直接穿着泳裤去游泳 后来才慢慢法令才开放 所以对于这一群女性而言 她们会认为说 我只是想要争取 有时候我想要有方便的时候 就是我 比如我想晒太阳 舒服 或甚至我在台湾的情景是 我想要哺乳 对我要喂乳 可能都会有一些人 给我很异样的眼光 当然我们的法律 现在是保障女性 她在母亲在喂乳的时候 不应该任何干扰 但是还是会有人 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反应 所以我相信这些女性 她是希望能够达到 让人们看见说 女性应该有这样子的权利 就像是台湾的 当时这个 这个Freedom Nipple的 这个运动在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那几个四五个女性 她们其实也是因为说 她们在脸书上面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她只是写文 讨论说为什么女性不能够在 就是有自己的自由 就是她觉得想要这么做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自由 她只是写 甚至她去查说 美国有这样子的 禁止男性 罗路上半生的历史的时候 她这个文都直接被 被封锁了 所以她觉得很不可思议 她连放照片都没有的时候 她连讨论这个主题 都被封锁的情况之下 她觉得 那我不如就来拍这个照片 然后让大家正视这个议题 所以当她们几个女性 年轻女性 台湾的年轻女性 去拍着这样子 罗路上半生的照片 放在脸书 放在她们的摄取媒体上面的时候 反而被一些媒体 有一些媒体 我不能说是全部 有一些媒体 可能搞错方向了 去大肆地去报道 说她们 她们就是不顾一切地 想要去争取 罗路上半生的权益 好像听起来 好像她们随时都想要 罗路上半生似的 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它是需要整个情境跟脉络 一起考量 进来去思考的 我是李沛文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这个口传系 因为刚刚讲到社群媒体 口传系现在其实也有 社群媒体的一个研究 对我们改名了 口语传播系社群媒体学系 所以在这近年来 尤其是比如说 Facebook是2004年成立的 然后Twitter是2007年成立的 然后YouTube2005 IG2010 就大概就是 可能21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的时候 是十几年前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 可能在第二个十年的时候 变得非常流行 非常普及的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怎么去 就是去研究这件事情 就是说以学术的角度来讲好了 或者说跟学生沟通的角度来讲 社群媒体跟刚刚我们在讲的 性别的传播 因为很多时候透过社群媒体 它有一个很好效果 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就可能在前面十几年前 我们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它可能传播速度 第一个比传统媒体 可能不只是不遑多让一起的速度更快 然后第二个 它可能是未经处理过的 未经比如说 一些删减也好 或是切入的角度也好 去影响的 完全由发起者发动者 他的想象 跟他的想要做的事情 去传播的 可是同样的 后来因为社群媒体 可能也变太大了 他也被监管 或是什么什么 他也有他自己的管理的方式 像刚刚讲的Facebook 或是现在也是Facebook议员的 IG 那跟Twitter 他们的方向又不太一样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 相对应的讨论 或是说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可能他会对传播上面来讲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Facebook IG 就我们这样看下来的话 他们相对会是用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用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 在处理这件事情 反正任何跟传统 其实也蛮妙的 反正就是跟传统这样子 不符合的就很容易 会被处理掉 或者是说会被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检举啦 就是有人检举 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们也一直都知道 这个Twitter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开放的 他们并不会特别去管这件事情 还是管 但就不会特别管这件事情 那我好奇的事情是说 在你们怎么看待这样子 就是在包含了学术也好 或者是跟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讨论也好 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来 当时这个Free the Nipple的运动的时候 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讨论 就是最终我们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些社群媒体到底是谁在负责监管 就是当有人检举的时候 到底是谁在把这一些文啊 这一些图给删除给下架 是人吗 还是是机器吗 那它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 到底他们的这个明确的做法 他们谁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的 应该是他们的原则跟基础是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 我觉得我们在教学现场 或者是学生们都很想要去理解的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就是在使用社群媒体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平时大概就是写写一些生活琐事 发发废文啊 放放一些无聊的照片以外 转贴文章以外 大概可能被下架的机会比较小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的确是在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 因为尤其我们现在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其实每一个人他有他发言的自由的情况之下 什么样子的一个应该发言的内容 图片 影音 他应该继续停留在上面 什么样子的影音 资讯 文字应该要被下架 我其实认为 这一些社群媒体 也许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做法跟主张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使用者而言 也许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应该是说他们的原则 他们的原则在哪里 那他们是怎么去执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 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讨论 怎么样传递到使用者的身上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讨论空间跟透明化的做法 因为可能就他有他的难度在 像有一个很经典的 就是在越战的时候 有一张照片 就是应该是美联社派 还是哪一个通讯社派的照片 那就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他裸露上半身 因为就没有衣服嘛 然后的一个 一个算是战争的照片 然后那张照片 在Facebook上是被一开始啦 就是被禁的 然后这是一个 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那是一张 有获得这个新闻奖的一张 因为它是一个很残酷 然后让人家看到战争的残酷 严肃一面的照片 那因为可能AI的 AI学习 这个机器学习的关系 然后辨识出来 然后他又裸露 然后就直接被禁掉这样子 那这的确就不合理啦 我觉得这怎么 你如果放在情境下来讨论的话 如果今天我在写一篇 关于战争的文章 或评论的时候 然后我引述到 提及到这张照片 结果竟然被ban掉了 那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就变成说 以前我们觉得传统媒体 它在所谓的掌门人 掌门人这样一个职责 那现在好像变成在 社群媒体上面 他可能不想要这样做 但他不做又不行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种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数量太多了 如果今天作为一个媒体 你发出去的东西 一定是你可以负担得了的 因为都是你们自己在发的嘛 那作为一个社群媒体 可能20亿30亿 成千上万的人在发的东西 你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去做管理 那可能就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们就是怎么样 或者说比如说在讨论的时候 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是这样看啦 是 这可能跟我的专业 比较没有那个很直接的关联性 就是我可能比较 可能比较 还是比较着重在一些内容方面的思考 不过刚才主持人这么说 其实我也想到 对我可以理解说 曾经上万上亿的人 在使用这些社群媒体 所以当然这个背后一定是有他的这个AI AI的这些 或者是有些机器 有一些城市 在负责做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在想说 用一个我最很直觉的一个观点来想说 如果那如果他让 比如说使用者能够有一个身负的系统呢 身负的系统 身负的系统就是 上述这样子 对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其实机械人搞错了 我今天这个这个内容 其实其实并不是机器人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有他的正当性 就是他不管是裸露也好 其实是有他的正当性存在的 其实应该都都会啦 其实这个 其实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也可以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他们的为难之处 因为假设今天这张照片 然后有突然之间有五万的人检举 那你当然会觉得一张所谓正常照片 他可能不会突然有五万的人检举这样子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你就先ban掉也好 他们通常不会把它删掉 就是把它ban掉这样子 好那 那当然我们就会申诉嘛 我们就会说 你这个我们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的 那当然他就要去 理论上来讲 这时候就要去人工介入了 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 那这个是在一张照片下 可能可以很快处理这件事情 但如果每一天都是有五万张照片 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人工介入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快 我在想可能会 也会有他的难处在啦 对 不过回过头来 我又刚刚又想到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身为乐听众 我们自己的这种媒体试读的能力 其实是比 我觉得比这一些社群媒体 他们要用 透过AI或是人工 或者怎么样去下架 或者是屏蔽某一些资讯 我觉得更来的重要 因为有很多东西 根本就来不及屏蔽 或是来不及下架 它就已经 大家全部都看见了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 还是在乐听众自己的身上 有没有具备这种 就是媒体试读的能力 可以去辨析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资讯 OK 我觉得后来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那时候在 在看资料的时候 我其实有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那个 拥抱这件事情 就是男性之间 就是好像对于拥抱之间 有一种 复杂的情绪 甚至是从很小开始 我觉得可能对于 很小的小朋友来讲 拥抱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因为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肢体的接触 带来安全感温暖也好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赋予到 一些性别的意识在里面 然后我看到文章是说 你在抱你的这个七岁的直指的时候 突然他觉得不可以给你抱了 这样子 然后这是 然后你觉得 这是不是 为什么不给抱了呢 是不是他 男生就是不能够这样子的 一个亲密的拥抱 这样子 你觉得这个现象可能 现在还是持续吗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在讨论的时候 你会怎么跟学生讨论这件事情呢 当然 这个已经是 好几年前了 我的侄子已经 12岁了 所以好几年 他都不给抱了 OK 对 因为我小时候跟他感情很好 感情蛮好的 所以我们 我们经常小时候会一起出去玩 去散步等等 然后 对 直到那一天 7岁的时候 然后 我要回家 然后他 我就跟他说 我去他家玩 然后后来我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小姑姑要回去了 要不要让我抱一下 然后他就开始有点 面有难色 就跟他以前不太一样 他那时候就是刚开始上小学而已 所以其实 那个东西 那个经验 其实给我一个冲击 就是我们的社会化 其实我们对于性别的建构 从那么小 其实就很明显的开始了 在他去 我绝对的相信 他的这个转变是从学校里面学到的 因为家里的人是一样的 对待他嘛 那么他去小学上学之后 就开始发现 好像是男女有别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从那一个事件当中 在思考 我们台湾 台湾的男性 因为我们讲说性别平等 其实绝对不会只看到女性的权益 我们绝对同时也希望 男性在他们过去这个父权社会当中 被打压的那个部分 被压迫的那个部分 都能够被解放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 天哪 就是小朋友 小男生 从七岁就开始有那种 我是男生 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压力存在了 所以回到主持人刚刚讲的说 男性 在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男子乞丐 或甚至是男性 男性对于拥抱这件事情的想法 做法 老实说我后来近期 其实我也做了一个 跟男子乞丐相关的研究 他就又更加 更加细致的去讨论 异性恋的男性 他们在成年之后 成年之后的这个男子乞丐 到底是怎么样透过 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应该说同性友情 就比如说是男性 跟男性之间的友情 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友情的 过程当中建构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这个研究也发现说 在台湾 我觉得男性大概最 目前到目前为止 都仍然觉得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难示弱这件事 很难示弱 我觉得比如说身体上的接触 我觉得近期 因为我觉得也受到一些 西方的影响 就是男性跟男性之间拥抱 然后共同间搭配这些 我觉得都算是可以看见 可能在台湾的文化 也不会那么常见 但是是越来越能够被接受 甚至异性恋的男性 他们也越来越能够接受 他们的同志男性朋友 可是我发现对他们而言 真的还是很难的 就是去示弱 就是去跟好朋友去讲他的心事 去讲他痛苦的部分 那不是说他一定不会讲 而是说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讲 那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 很奇妙的一个方式就是 男性跟男性之间 如果他要去讲 他困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不太会直接 把这个朋友约出来 然后直接跟他像女生一样 会直接啊我最近很烦恼 某一些事情 就是去直接吐露他的心声 通常可能男性跟男性之间 他会去 邀约对方来做某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打球 我们一起去喝酒 所以在这个打球或喝酒的过程中 或是出来打电动 或是一起做某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从一些 一些戏缝 才去去讲出他 最近可能有什么困扰的事情 甚至有很多我的受访者 男性的受访者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倾向于不跟他们的同性 好朋友 讲他们的困扰 他们比较希望能够跟 比较倾向能够跟异性 就是在女性面前去展露他自己 尤其是比较亲近的女性 女友或者是太太 在亲近的女性面前 表露出他比较脆弱的样子 他们会觉得比较 比较觉得面子上 比较没有那么难看 他们会觉得 如果是跟同性的男性好朋友 去表露他们的脆弱的一面 他们会觉得很尴尬 面子也挂不住 所以这个是我 这个研究当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观察 但这是一个问题吗 就是如果他们能够跟 不管是亲密伴侣也好 或者是女友太太能够讲 好像也是也还OK啊 就是他们没办法跟同性好友 讲这件事情 或是示弱这件事情 你的观察 或是说你们的研究结果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问题吗 我不能够说那是一个问题 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他的错 对 但是这个是其实是在 父权的体制里头 我们对于男性的角色的 男性的这个性别角色的期待 跟规范 会觉得男性他就不可以软弱 对 那这个对男性而言 他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那男性跟男性之间 好像就一定要很竞争 就比方说我的研究结果里面 还有一块是在谈说 男性上了 比如说上了大学之后 他们就非常的致力于 要脱单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能够脱单 能够有交往的 异性交往的对象 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就等于是脱颅了 就是成就 对一个成就 非常重要的成就 所以他们整个 可能在这个上大学的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在意 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早日脱单 是 如果不是脱单的 就是如果是单身的那几个人 可能就得 他们那几个人就是混在一起 然后可能会彼此 彼此 讲话彼此会嘲讽啊等等 或是彼此取暖了 那 我只是觉得 我觉得就女性主义的 学习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的话 会认为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人 其实都应该要能够 就是很自在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 就是他们 比如说受挫了 他们能够很自然的 想要跟谁讲就跟谁讲 而不必去在意说 我今天是男性 我如果跟我的同性朋友讲 他们会觉得说 甚至我可能会被骂 就是什么了不起的 对 靠杯啊 你在干嘛干嘛 好像男生跟男生之间 都要用这种脏话 才能够沟通 表示关心 对对对 就是不可以讲说 你怎么了 绝对不可以讲 好像不能用这样子的口吻去对话 一定要用脏话来 来表示关心这样 当然我知道这是男性的文化 对 可是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我们 这样会被压力太大 就对男生而言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都 可以轻松一点 但你在访谈过程当中 受访者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就是当他们用这种方式去 沟通的时候 会不会他们也觉得 好像也获得了某一种程度的安抚 就是今天哥们跟你讲说 你不要想多啦 还是他们的确会反映说 这的确是一种压力 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有 更就算比如说示弱也好 或是更自在一种讲法 其实大部分的人平常不会 完全不会想这些事情 对 对所以当我在访谈他们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故事 讲出来 我当然也不会当下去建议他们 或者是去修正他们的做法 因为这个不是学术研究者应该做的事情 对 就是我是听他讲故事 然后我发现 哦原来他们都是这样子在生活着 那当然我会在我的论文里面做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评论 跟一些理论上面的一些探索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接受我访问的这一些男性 他们并不会表现出说 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而是他们会有一种很优微的那种怅然 就是那种觉得也很无奈的那种感觉 就是就这样啊 男生不是就这样吗 大家都这样 对啊大家都这样啊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的确也有听到两个两三个男性 他们是他们真的是觉得 他不想要当这样子的男人 比如说我有两三个受访者 他们是很希望可以在家里照顾小孩的 可是他们觉得这个社会 并不容许他们这么做 一点都不鼓励他们做 这么做 所以他们是觉得 很累压力很大 然后他不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他觉得这个社会 甚至他觉得 我从他的言语当中 甚至都觉得他快要开始厌女了 因为觉得他觉得这个社会 好像都只在意女性的权益 那男性呢 我自己就觉得还好啦 就是应该说 当然我可以理解 这个社会 或者说就是台湾现在这样社会的 一个现况 然后会有 像刚刚讲的 用一种脏话 用一种戏虐的方式 然后来舒缓 舒缓情绪 或者是压力 就对于男性之间 尤其是可能这个 所谓直男之间 的一种这样沟通方式 但的确我 我自己是还好 因为我的确会觉得说 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 在讲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会约去做某件事情 然后我们还是会 我们不会约出来说 我们出来聊一聊这样子 我们就来谈心事 直男的约会 这个比较 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件事情 但我们会 的确会是说 我们去 出来吃饭啊 喝酒啊 或者说去 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最近跟我 有一个很好朋友 我们跑去 跑去打撞球啦 因为 这其实很好玩 因为我们从大学以后 我们就几乎没有打过撞球了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还蛮常打撞球的 那不过 你知道撞球这件事情 这也蛮好玩的 就是在 我才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撞球是一种比较 被贴上标签的 的运动 而且是很性别化的 的运动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是 不好啊 或是什么什么的 对 现在当然我觉得 差别很大 我必须讲 现在差别非常大 然后环境啊什么的 其实都蛮不一样的 不过的确还是 年轻人比较多啦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 天哪我们大概 比在场的人 大概大20岁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 一边打的时候 一边聊天 然后再讲一些 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可能 我觉得是很自在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很有压力 或是干嘛 这样子 但的确有可能 就是也 我也不会觉得 就是你刚描述的 那个情境是很罕见的 我觉得那其实的确 也蛮常见的 在男性之间的一个 沟通的方式上面 这样子 但是相对而言 主持人也算是 年轻世代啦 真的吗 真的吗 可以吗 如果是 比如说我爸 那个年代的 真的是 真的是怎么样 都说不出口 我觉得 真的是比较 压力比较大一点 对 有可能啊 就是说 那个甚至跟 子女之间的沟通 可能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 父母上一代 这样子 可能跟子女之间的沟通 都是 有她的 门槛 或者说 不是那么自在 世代的差别 对的沟通方式 这样 那我相信 我这个年纪 或者是我在下面 年轻一点的年纪 跟她的 跟她们小孩的沟通方式 可能就 不是这个样子 对 对 我的子女现在还会抱我 她也12岁了 所以 13岁 所以我觉得 女生或许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吗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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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确定 OK 好 很可惜我没有子字 所以 助身蛮幸运的 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了佩文老师 来 马六培你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 包含了 Koey传播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 这个在 性别与沟通上面的 课堂上面 跟学生之间 怎么讨论啊 在这十几年来 性别意识 性别教育 等等的变化 然后还有 中间我们聊到了 我自己也很好奇的 关于在媒体上面 可能一些 跟性别有关的一些报道 我们要怎么去 处理 或者是说 在不同的媒体之间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最后我们再讲到说 如果 直男 就是异性恋男性来讲 在沟通上面来讲 会不会 会太被所谓的 男子气概 或男子汉 这几个字 这几个标签 给影响到了 我觉得这些讨论 都非常有趣 希望你今天听得也开心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